大家好,又到了美洲超市特价时间 这一周,B.C.省遭遇了500年一遇的暴雨洪灾 对大温人来说,出了那两天的雨特别大,没有受什么影响 刚好有朋友在Hope开Motor 说小小的Hope镇,一下涌进了几千人 Motor的电话都被打爆了,根本无法接待 好多人找不到住的地方 Motor内住进一队年轻人 远在外地的父母,担心他们钱不够 之前把自己的信用卡号留给了Motor 说他们要住多久,就让他们住多久 镇上超市的牛奶面包卖断了货 供电也中断了两天 直到维修人员坐飞机赶到,才恢复了供电 教堂、学校这时才对外开放 滞留的灾民,终于有了容身之地 而今的道路,只允许由东往西单向行驶 也就是说,只准离开,不能进去 恢复正常,不知道要到什么时候 他们感叹地说,从来没有想到 灾难离自己这么近 周五一早,走进列子文的超市 明显感觉比往常人多 可能担心供货短缺吧 每家超市都有一些货架空了 沃玛跟是张帖,每个家庭只准买一盒鸡胸肉的告示 好在整体供应还算正常 远没有网络宣传的那么恐怖 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早上的缘故 现在道路中断 难免会有一些供货不及时 超市品种那么多 也不是非要吃那些没有的 特殊情况下 有什么就吃什么 只有在供应付足时 才有条件挑食了 直到没有货供的那一天 想必政府也会采用航空运输 不可能眼睁睁看着市场断供吧 这周的绿叶菜 普遍都要两三块钱 更有豆苗卖到九块九毛九 好在瓜内价格不错 丰泰超市的毛瓜 翠鱼瓜 意大利瓜 每磅都不到一块钱 FreshCore的四身装全纸牛奶 便宜了两块钱 每瓶才两块七毛七 现在我们就来看看 这一周还有哪些特价 Superstore的菠萝 每个两块八毛八 这一阵Superstore隔三差五 就有特价菠萝 不知是不是找不到合适的商品 就专攻菠萝了 茄子 每磅一块六毛七 大清早进来的人 围着他选开了 当时还想着 这些人怎么就赌定了这里 常说的货比三家呢 一圈走下来 真是这里最便宜 都是聪明人啊 大白菜 每磅九毛九 这菜看上去很干爽 放一两个星期 应该没什么问题 以前北方人 把这放在地窖 可以吃一个冬天了 杨白菜 每磅六毛九 它又叫节球甘蓝 营养丰富 耐寒 一储存 看来超市 也主打备荒牌了 史云生鸡汤 每磅七毛九 清早看到这鸡汤的人 可开心了 一面碗够蓝放 一面笑着说 有这鸡汤煮面 放一点青菜 这样的日子也不错 鲫鱼罐头 每个两块三毛八 有豆豉鲫鱼和梅菜鲫鱼两种 平时光顾的人不多 这时候看见像宝一样 说是最给力的备荒食品 我马的阿姐亮米 每包二十五块九毛七 二十磅装 平时不太留意这米 大清早就看见有人往车上放 不知是恐慌性豚米 还是确实划算 德国五花肉 每包五块九毛八 这款五花肉是常驻产品 有个女的看完鸡胸肉限购的广告 第一反应就是来拿着五花肉 确定没有限购后 一下拿了三盒 卤笋 每包两块九毛八 正常的卤笋比绿叶菜贵 这个价格基本吃贫 啥啥点就吃卤笋了 大桶华的卤笋也是这个价 油菜 每包一块九毛八 虽然长得长了一点 也算得上这粥最便宜的油菜 眼下盖菜都不止这个价了 丰太超市的干海参 每包五十四块八 走进门口就看见了 有人打趣道 没有什么合适的 就买一包海参存货 反正不会坏 什么时候想吃就吃 冰冻撑肉 每包七块九毛八 二百克装 有人表示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 马上有人现场讲解 说春子味鲜肉嫩 含有丰富的蛋白质 还有多种营养元素 吃过新鲜的 味道不错 黄花鱼饺子 每包四块九毛九 外皮是南瓜味 馅是黄花鱼 样子挺诱人 就不知道味道怎么样了 五头白虾 每包六块九毛九 一磅装 这也是常驻产品 平时光顾的人并不多 这天人们也是一包一包的拿 好歹能留 包饺子 肉饼 什么都行 乌冬面 五块九毛九 两包 看不出有什么特别的 排队付款时 看见一个人走过来 拿了十多包 看样子 拿得了 他还会拿 李景记好友 每瓶一块九毛九 看到特价 男的直接往篮子里放 女的联盟字子 说家里还有呢 男的挺在理 平时都要吃的 特价多买两瓶 放的时候随意一些 五香豆干 五块五两包 蔬菜贵了 这豆干抢手呀 有人一拿就是几包 说可以先放在冷冻 要吃的时候再拿下来 放的时间可以很长 韭菜 每磅两块九毛九 好久没有这个价格的韭菜了 看到的都会拿上一把 还有人开心的说 今晚就着韭菜盒子 意大利瓜 每磅七毛九 这种里外都是嫩嫩的瓜 不是每个人都爱吃 竟有人现场交流烹饪经验 说吃起来就像小时候妈妈常做的小南瓜宝 毛瓜 每磅九毛九 这款瓜多数人都喜欢 对两个瓜一盒也能接受 价格这么好 什么都OK了 大统华也是这个价格 翠玉瓜 每磅七毛九 有人一面挑一面笑 这周都吃瓜了 只要不变成傻瓜就行 苦瓜 每磅一块五毛九 真理全是瓜呀 连苦瓜也跟着特价 反正都是吃瓜群众 就吃吧 吃瓜 每磅一块九毛九 这瓜看着就不错 别的瓜就算了 这瓜还真得吃 翠玉的韩国红薯 每磅一块六毛八 上周它没有打折 这周又出来了 或许是原来买的红薯吃完了 有人好像是盼了好酒一样 看到就迫不及待的挑选 大统华的七零果 每磅三块四毛八 还是上周的低价 同样摆放不显眼 连特价牌都懒得写 不知道玩哪招 台湾绿珠笋 每磅两块九毛九 这珠笋又出又新鲜 这个价格明显是低价 也是不显山不漏水的 只等待发现它的人 切条大排骨 每磅两块九毛八 这一直是华人的最爱 货柜却是空的 标明运送延误 暂时缺货 看这样的写法 这一周都是缺的 生煎包八块九毛八两包 有猪肉牛肉三鲜的 挺大个的 每包十二个 有人联想到喝早茶 说一份茶点都要八块多了 旁边的人马上拿起来 板栗人八块三毛八两包 每包五百克 去了壳 每个板栗人都不小 闷鸡什么的 拿起来就用 很方便 泰国香香米 每包二十五块九毛八 三十六帮装 这个牌子不熟悉 价格百人了 还是有不少人拿 雪花牌寿司米 每包十三块九毛八 十五帮装 这个米大家都熟悉 价格算不上最便宜 也是特价了 在这特殊时期 人们还是不介意 家里多一包米的 FreshCore的牛奶 每瓶两块七毛七 便宜了两块钱 和旁边的牛奶价格 形成鲜明对比 这样的价格 也是少见的 好 这期就介绍到这 如果喜欢我们的视频 别忘了点赞 欢迎新朋友订阅 我们下期再见